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央政府支持香港成为高端人才国际枢纽 并在最新决议中强调了香港在国家开放和国际合作中的重要角色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这几乎像是童话故事的背景 高耸的茅草屋顶矗立在日本山树的背景下 潺潺的小溪和游动的井里池塘旁 唯一的现代元素是粉红色的外墙 这座古老的房子和它不太可能的重生故事 成为一个社区从消失边缘走回来的起点 它也展示了像柔道在体育界一样 传统日本建筑在世界各地人们心中 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苏卡捆最初是作为农舍建于江湖末期 1603-1867到明治初期 1868-1912 它位于新系县十日挺市的Taketakoro地区 这个内陆雪城有约2万人口 大约30年前 德国出生的建筑设计师Karl Banks 首次看到这座房子时 部分已经开始坍塌 但框架依然年轻坚固 受到房屋股价中仍然存在的生命力启发 Bungs决定重新铺设茅草屋顶 当地人警告他 这将花费几百万日元 一百万日元约合六千四百美元 尽管如此 他还是坚持了下来 Yahoo US 布兰登·福布斯表示 他的手对手袖是超现实的 因为他的一记惊人的任意球 帮助邓迪连队以2比1击败埃尔连队 赢得了联赛杯的胜利 这位18岁的球员替补上场 从30码外弯出制胜球 而在比赛早些时候 他曾错失了一次绝佳机会 福布斯去年从Soran Athletic签约加入Tanadis球队 并在季前赛期间 被吉姆·古德温提拔到一队训练 这真是超现实的 这是我一直在用的词 福布斯告诉DOTV 我不认为我能再做同样的事情 但这就是手袖的美妙之处 这是我一生都会记得的事情 我很高兴我能做出贡献 并获得我们需要的三分 我本应该在第一次机会中进球 但当我拿到球时 我就知道我要射门了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一项政府调查发现 与前一年相比 本学年在英国公立学校就读的 香港学生人数 激增了近三分之一 博明汉、诺丁汉郡和巴尼特 是最受欢迎的选择 由教育部领导的年度调查显示 2023-24学年 有至少7100名香港学生 在英国公立学校就读 比前一年的5400人增加了32% 这一增长趋势持续上升 因为在2021-22学年 只有3068人 而在2020-21学年 这个数字仅为1081人 该计划于2021年1月启动 是对北京实施的 国家安全法的回应 调查显示 博明汉市议会报告称 在约150个地方当局中 该市公立学校的 香港学生人数最多 达到946人 比上学年的约800人有所增加 其次是位于英格兰东中部的 诺丁汉郡 和伦敦东北部的巴尼特 两地分别有661和486名香港学生 前三位之后是 埃塞克斯、肯特、沃林顿、 赫特福德郡和特拉福德 在公立学校学生的种族构成方面 亚裔华人类别 包括香港人 在所有种族群体中增幅第二 仅次于黑人的12% 英格兰公立学校共有910万名学生 其中31%的香港学生年龄在7至11岁之间 29%年龄在11至14岁之间 14%年龄在14至16岁之间 统计数据显示 6至11岁的孩子占BNO签证持有者的13% 是个年龄段中比例最高的 肯特郡议会发言人告诉南华早报 他们的官员正在努力支持那些 将肯特视为家的香港人 根据英国独立学校委员会1月进行的年度普查 7677名香港学生在英国私立学校就读 较去年的8011人有所减少 教育顾问表示 香港家庭可能因新工党政府计划 引入的学费上涨而望而却步 因为该政府承诺将取消目前 对独立学校的增值税和商业税豁免 通过英国国民海外 途径移居英国的香港人 可以在英国工作、学习和生活6年 之后可以申请公民身份 截至3月 约有144400名BNO签证持有者抵达英国 卫报报道指出 发展中国家正面临历史上最严重的债务危机 几乎一半的预算都在用于偿还债务 由国际债务救济组织为挪威教会援助组织准备的报告显示 超过100个国家在偿还债务方面苦苦挣扎 导致他们不得不削减在卫生、教育、社会保护和气候变化措施上的投资 报告警告称 如果不采取紧急行动 这些问题将持续到2030年代 并指出当前的压力比1982年拉丁美洲债务危机和1990年代的债务危机更大 尽管G20在2020年启动了旨在加速和简化债务救济过程的共同框架 但进展远低于预期 报告建议 债务救济应适用于所有收入水平和地区的国家 并迅速提供 使债务服务减少到预算收入的15%以下 报告的作者之一 马修·马丁呼吁新政府立法 防止突救基金利用英国法院起诉贫穷国家 并强调需要立即取消加勒比海地区受飓风被瑞尔影响国家的债务服务 南华早报报道 北京支持香港成为高端人才国际枢纽的计划 并在第三次全会的决议中得到了共产党的支持 中央政府在周日发布的文件中 明确了香港在高标准开放体系和机制中英扮演的角色 强调应利用一国两制的优势 巩固和提升香港作为国际金融、海运和贸易中心的地位 文件还指出 应加强大湾区的整合 通过连接系统和规则 促进经济和文化交流 香港政府在2022年底推出了一系列吸引新人才的措施 包括顶尖人才通行证计划 旨在吸引高薪个体或顶尖国际大学的毕业生来港工作 截至今年3月 该计划已收到超过7万7千份申请 其中6万2千份获批 预计新居民将为香港带来340亿港元的经济利益 立法会议员上海龙表示 尽管政府在吸引人才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 但仍需做更多工作以确保个体在香港定居并成为永久居民 美联社报道 尼泊尔新任总理卡德加普拉萨德·奥利 在议会中获得了压倒性的支持 超过三分之二的议员投票支持他 奥利的支持者包括尼泊尔共产党 统一马列 主要联盟伙伴尼泊尔大会党 以及其他几个小党派 在众议院的信任投票中 275名议员中有188人投票支持奥利 奥利曾四次担任尼泊尔总理 他最大的挑战将是平衡尼泊尔与印度和中国这两个大国的关系 尼泊尔是一个内陆国家 三面被印度包围 所有石油和大部分供应都依赖印度进口 同时也与中国接壤 奥利年轻时便投身政治 曾因反对尼泊尔君主的专制统治而被监禁14年 尼泊尔的君主制在2008年正式废除 奥利经历了两次肾移植手术 Yahoo US报道 阿伯丁队的主教练吉米特林对边峰维森特 贝苏耶恩在对阵东吉尔布赖德的比赛中的表现赞不绝口 这场比赛是贝苏耶恩时隔18个月后首次为球队出场 他在比赛中表现出色 帮助球队以4-0的比分轻松获胜 特林表示尽管贝苏耶恩因腿筋问题最近几周一直没有完全训练 但他在比赛中很好地保护了球权 并且与队友进行了有效的配合 特林希望通过这场比赛给球员们更多展示自己的机会 尽管贝苏耶恩还不能踢满90分钟 但他的努力和表现令人满意 南华早报报道 随着各大国争相制定全球人工智能 AI规则框架 中西方在政治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的差异可能会阻碍进展 南加州大学马歇尔商学院的战略管理副教授贾南表示 中西方政府在AI发展中的角色差异巨大 西方主要由私人科技公司推动AI技术的发展 而中国政府则深度参与AI技术的实际开发 旨在通过这些技术加强国内监控 并减少对西方技术的依赖 北京大学数据法研究所的张灵汉教授指出 各国在法律框架和文化背景上的差异 使得在AI监管方面难以达成一致 尽管中国和西方在AI发展目标上存在巨大分歧 但在一些共同利益领域 如防止AI技术被恐怖分子滥用仍有合作的可能性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马特·西恩认为 全球AI治理的唯一希望可能在于各国集中解决一小部分共同关注的问题 比如防止强大的AI系统落入非国家行为者手中 尽管中西方在AI监管上的分歧深远 但通过对话和合作 仍有可能在某些领域找到共同点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